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怀疑说 哎呀 这个阿弥陀佛怎么不把这个标准提高一点点呢 怎么讲这个五逆十二念佛都能够得度呢 五逆十二念佛都能够得度的话 那基本上就没有标准了 那怎么阿弥陀佛他不要求这个五戒十善呢 或者是说带多加一些什么修行嘛 那讲这个五逆十二也太难看了 有些人就是这么讲的 他呢 要鸡婆 给阿弥陀佛提高一点点的标准 其实讲这个话的人 如果深一点去看 通常都是比较傲慢的 因为大概他就认为说自己很优秀啦 哎呀 我修行不错啦 我修行很好啦 所以呢 把标准再提高一点 我是没有问题的 或许这个人觉得说没有问题 但是阿弥陀佛觉得问题可大啦 要不然阿弥陀佛也不会发愿说 要度这个五逆十二的 所以这个标准它是不能乱加的 不信我们看 佛说的 我读一遍 历藏经 南延伏提众生 举止动念 无补是业 无补是罪 业力甚大 能敌须弥 能生聚海 能脏甚道 悲华经 诸众生 多行贪 疑 称施交慢 情心十恶 去山不善 专行恶业 如是众生 诸佛世界 所不容受 与邪道众恶之罪 基如大山 有人读完这一段就觉得说 哎呀 我真的有这么差吗 佛也把我讲得太难听了吧 我们看《佛在地藏经》就是说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每一个念头 每一个动作 都是在造业 没有一个是如法的 南延伏提众生 举止动念 无补是业 无补是罪 哇 想想真的是太难听了 但是各位 事实真相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就像坦然大师解释的 如果说我们众生 真的可以一切事情都这么如理如法的话 我们早就不会在轮回里面见面了 是不是 各位 各位 我们今天还在这里轮回 是代表我们是凡夫还是圣人呢 我们无量节来都在轮回里面 转来转去 转不出去 那如果这样不是造业凡夫 请问谁是造业凡夫呢 就好像一个学生 他已经考试一万次都没有及格过 那这个不用说肯定不是读书的料啦 对不对 这个难道还要用说的吗 他都已经不及格一万次了 那难道说下一次会及格吗 那现在 我们已经轮回无量节了 各位 是无量节以来 我们都在轮回呢 这个不是三十天 不是一万事啊 而是无量节以来 我们都在轮回里面赚 那肯定我们是一百分的造业凡夫 是满分的造业凡夫啊 这个满分是已经满到都不知道怎么满的那一种啊 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无量节以来都在轮回的 我们人生考试 没有几次是可以得到一百分的 但是讲到造业轮回 我们是一百分最有经验的凡夫 没有人比我们更加厉害了 除非你说你自己是佛菩萨在来 那我就没有话讲 不过呢 这个时代 看到那些自认为自己是佛菩萨在来的 好像长得都怪怪的 所以呢 讲到底都是愚痴 还是造业反复 连自己跟自己相处二十四个小时 都看不清楚自己 以我们现在的程度 我们不要说跟佛菩萨来比 我们现在的污染 连天上的天人都比不上的 我们都知道说 佛法常说六道轮回 但是六道轮回还有另外一个名词 佛说六道轮回也叫做三界 所以一般就叫做三界六道轮回 其实六道轮回就是三界 三界就是六道轮回 三界就是说 在这个六道轮回分成三个层次 有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就是三种三界 那很可惜 很不幸跟大家宣布说 我们人是在三界里面 最底层 最污染的欲界 色界跟无色界是天上天人的境界 那我们人 动物 山恶道 还有一些低级有欲望的天道 都是属于最低级的欲界 欲界上面的色界 无色界 他们可以说是已经离开欲望了 像在色界的天道 他是没有男女的分别的 也不需要食物 也不用讲话 完全活在这个光明当中 如果我们在色界可以说 就不用这些电脑还是麦克风了 我们直接放光就能够明白要讲什么了 色界就是这样 那讲到最高的无色界更是高级 无色界是轮回里面最高的境界 因为那里不只说没有欲望 而且连这种物质的身体都没有 完全是在空无 力士 只有精神的世界 各位 这些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 你这个没有身体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你看 根本是没有办法想象 但是佛说事实就是这样 天道的色界跟无色界 它是需要禅定的功夫 四禅八定才能够感应的 如果说今天你单单做好人 做好事 修五界十善 都还去不了的 那里需要加上禅定的功夫 扶住烦恼才能够感应 虽然说天上的色界跟无色界 是有禅定的功夫 但是其实他们还是没有断烦恼 所以还是属于轮回里面的反复 只是说比起我们这些人类反复就好得多了 因为我们人的欲望太多了 我们看 我们欲觉的人类就是需要所谓的 财 赦 民 食 睡 睡觉要睡好的 床要够软 冷气要够冷 食物要够香 够辣 够咸 够甜 酸甜苦辣 到最后还在头痛不知道要吃什么好 有些还要找对象 有些还要被人家称赞 要荣誉 还会感到生气 会动摇种种的 所以真的是一个欲望的世界 各位 我们可以想象看 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没有欲望的话 请问是会怎么样的 我想很多名牌手机 名牌汽车都要倒闭了 这个餐厅也开不了了 很多店面可以说就没有了 因为人没有那个需要 但是现在不是嘛 你看我们一出去 你一上网 你各式各样 什么鬼东西都有得选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讲白了 其实都是一个欲望形成的世界 那有欲望又怎么会不造业呢 我们连我们自己造业都还不知道吧 像有些人说的 我买贵的东西有错吗? 我住得舒服一点有问题吗? 当然是没有问题 只是呢 才赦明十岁 地域五条根 通常跟阎罗王报道的人 都是欲望很多的人 那你说 欲望有没有问题呢? 佛在《无量寿经》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说要比较的话 我们这些在欲界的人 跟天上的众生来比 都不知道差别千万亿倍 就是说 天人的程度比我们人好得太多了 就好像拿一位王帝 跟一位乞丐来比较一样 各位 乞丐跟王帝能够比较吗? 根本就不用比 差别太多了 但是 佛又说 如果说天人跟佛菩萨来比较的话 又差别千万亿倍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这些欲界的人 到底是排在哪里呢? 就是 后面的千万亿倍 广东话有一句话说 某岸台 就是没有眼看 我们人有时候都还觉得说 我自己很厉害修行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这些都是没有见过世面 好像 没有见过钱的人 他拿到十块钱 就觉得自己是有钱人 乡下的人 没有到过城市 没有见过所谓的高楼大厦 就认为说 自己在乡下见的小木屋 是世界最高的了 就是说 没有修行过的人 没有见识的人 刚刚他才修一点点 就觉得自己是功德无量了 是啊 人家都说我是功德无量 那我怎么不是功德无量呢? 我跟释迦牟尼佛可以说都没有两样了 我也是佛了 这个 天上的天人看到 一定笑到肚子痛的 天人通常也不会笑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理 我们讲 不跟一般人见识 真的是不跟一般人见识的 好像小孩子在那里玩家家酒 他说 我自己是总统 是大富翁 各位 我们听到小孩子这么说 我们会理他吗? 当然不理啊 看看笑笑就好啊 天人看到现代人讲自己会修行也是这样 哎呀 这个地球的小凡夫啊 说自己会修行啊 禅定都没有 椅子都坐不住 天客都在打瞌睡 还说自己会修行 广东话也有一句话说 拐你一都熟啊 离你都啥啊 连天人那种禅定都不算是修行成就 因为都还在轮回嘛 那我们普通人还凭什么讲自己会修行呢? 真的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行为 念头 其实都在造业 这个业就好像大海高山一样的大 一样的深 不学佛的人也造业 学佛的人也很难不造业 尤其有些人学佛久了 结果他的傲慢越来越严重 就认为自己了不起了 所以可以说 所有的人基本上都是离不开 这个贪嗔 失 慢 疑这三途的业力的 这不是佛夸张的话 我们冷静想一想 看一看 反省反省 我们会发现 这个是事实来的 要不然佛也不会说 下一世人类在当人的机会 只有千万亿分之一的左上层而已 在《涅槃经》里面就记载 得解脱已能入涅槃如爪上土 舍人生已得三恶生 不得解脱常乐涅槃如十方世界所有土 佛就说 真正解脱的众生 几率只有指甲上的灰尘而已 失去人生 堕三恶道的众生 就好像整个大地泥土这么大 众生刚从这个三恶道出来 但是没多久又掉下去了 有些人听到这里可能觉得很奇怪 不是说有五戒十善就可以得到人天果报吗? 确实是对的 人天果报就是从五戒十善来的 有些人确实也可以修到五戒十善 但是就是不多 非常的少 因为众生都有无量节的业力 不是说你想要改就可以改的 好像有些人 他吸烟 喝酒 你想要他改都很难 这才几十年的习气都很难 更不用说是生生世世的 讲得容易讲 诸恶末作 众善奉行 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 就算你真的做到改恶向善 守到五戒十善 但是还是出不了轮回的 还是达不到解脱的标准的 因为你要从轮回当中解脱 就是要断烦恼 要破向 但是主师说 我们普通人就是被轮回的虚妄向所骗 我们就是把世间的东西当作是真的 就是看不破 放不下 像有些人做了好事 还在意自己做了多少的好事 我在帮助谁 我付出了多少 好吧 我做了什么 那我要得到什么回报啊 各位 佛菩萨不是的 断烦恼的佛菩萨做了很多 但是就当做好像没做一样 佛菩萨做的一切事情都不求什么果报的 就是一心为众生 就算这样发心为了众生 还被对方骂 还被对方陷害种种的 那佛菩萨也完全不会在意 因为佛菩萨知道一切项都是虚妄的 只是梦中佛事而已 但是我们凡夫不是啊 我们凡夫学佛 嘴巴讲三界是虚妄的 轮回是假的 但是事情一来的时候还是假不了 是吧 各位 请问你们还会不会发脾气 奇怪啦 如果你知道是空性 照见五欲皆空 那你怎么还会发脾气呢 又请问你生病的时候 会不会感到很痛苦 很辛苦 那又奇怪啦 你不是说是虚妄的吗 虚妄的 你怎么还会有苦的感觉呢 那今天 如果说你做了好事 会不会享受得到好的果报呢 像有些人说 我听说佛门舍一得万报 所以赶快多做一点 那我赚钱就可以多赚一点了 所以各位 老实说 我凡夫就是这样 烦恼太多了 所以 就算做了好事 修好无界时善 还是不能从轮回当中解脱的 那有人会说 师父 那个人骂我骂到这么凶 请问这个是假的吗 我痛到我这么痛 痛到这么苦 也是虚妄的吗 是的 这些本质上都是虚妄的 好像我们想做梦一样 各位 如果说 你昨晚在梦里被人家骂 在梦里生病 请问这个是真实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嘛 但是做梦的时候 我们只有自己都不知道 醒过来的时候才会发现 我们才知道刚才那些都是假的 那各位 佛菩萨就是醒过来的人 所以他才知道说 一切相都是虚妄 那我们凡夫 无量节以来就是醒不过来 所以才会这么认真 才会玩得这么开心 这个七情无欲 恩怨情仇 种种的 这样的我们做得再多 就算是好事也好 也只是轮回里面的果报 做了好事 升到善道 享受福报 福报想完的时候 又再掉下来 好像赚钱 花钱一样 努力工作 赚了很多钱 但是过后你也花了很多的钱 搞不好你花钱花太多 你还欠钱啊 最后还要努力工作赚钱来还债 一直重复 一直赚 一直重复 一直赚 所以讲轮回就是这样 佛说的 无始生始终 夜往复世界 从天生地狱 从地狱升天 坦然大师 我从无始寻三界 为虚妄伦所回转 真的就像这个轮子一样 在那里不停地转 就出不去 只要没有破相 只要没有禅定断烦恼 破分别执着 就会永远在轮回里面转圈圈 苦难永远就不会结束 所以单单 有世间福报的人 还有苦难就是这样 各位想想看 有福报的人就不会苦吗? 他肯定是会的嘛 有钱人可能会对自己的人生叹气 健康的人也会生烦恼 有才华的人 像一些明星 歌星 画家 也有痛苦失眠精神的问题 所以轮回的福报是去不掉这个苦难的 唯有真正地把烦恼去掉 才有办法真正的离苦得了 但是 这个又不是我们凡夫能够做得到的事情嘛 像常人大师说的 三界是虚妄像 是污染像 是颠倒像 但是 我们的看法是完全倒转的 我们看法是把世界当作真实的 当作清静的 当作正常的 不幸是吧 那我们看 譬如说讲到佛法跟世界法 真实的佛法 我们有时候是爱理不理的 但是轮回虚妄的钱 就是爱到不得了 是不是? 如果说今天我一边放一百万 另外一边我放一部佛经 你只能选择一个 那请问你们会选择哪一个呢? 会选佛经啊 这是讲给佛菩萨开心的啦 如果是真的 那很赞叹 不过一般都不这样 比如说 你看一般人 讲到上班赚钱 那佛堂就可以少来一天了 共修可以少参加一次了 很少人真的可以为了佛法牺牲钱的 因为他又不是释迦摩尼佛再来 他只是凡夫一个啊 凡夫不多人 肯定是先选择钱的嘛 那有人说 师父啊 我不只是要钱 我是两个都要 你看 他还是放不下钱 有人说 没有办法嘛 没有钱又怎么行呢 是啊 那如果说 见到阎罗王的时候 也不知道啊 这句话 没有钱怎么行啊 能不能够讲得出来啦 是不是 各位 你见阎罗王的时候啊 请问啊 钱还有用吗? 人觉得说钱呢 很重要 结果释迦摩尼佛呢 全部舍掉跑去出家了 所以释迦摩尼佛成佛解脱了 我们呢 还在这里受苦受难 还有祖师说的 这个世界是污染的 但是呢 我们都把这个世界当做清净的 不行 是吧? 那我问问看 请问各位 你们一辈子都没有去过旅行的 给我举手看看 大家都有去过旅行 奇怪咧 你刚才不是说世界都是污染的吗 那你去旅行来做什么呢? 就是啊 把这个世界当做是美好的 好漂亮哦 有山啊 有水啊 有迪士尼乐园啊 迪士尼Land啊 有什么有什么的 佛讲啊 山界无安 无浊恶事啊 这时候呢 全部都忘光光了 所以最后就是颠倒不尽 我们凡夫真的就是这么颠倒的 完全跟真理佛法是倒转的 所以阿弥陀佛发愿要度到十方众生的五逆十二 要让这个五逆十二念佛都能够得度 这个标准啊 是不可以再提升一点点的 因为如果说你再把标准 五逆十二变成五戒十三的十方众生啊 那立刻就不知道有多少千千万万的众生啊 又要被排除掉了 因为众生是做不到的 三间轮回的众生啊 都是污染颠倒的 尤其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反复 唯有阿弥陀佛无条件的救度 能够度到这个五逆十二念佛都能够得度 才能够真正的把十方众生 包括我们这些啊 可以说 烂到不能再烂的众生啊 一个不漏的救度得到 所以阿弥陀佛呢 是已经在无量节以前 就把我们凡夫看得一清二楚了 就好像西游记里面的照妖镜一样 阿弥陀佛啊 他的火眼睛睛啊 一早就把我们这些凡夫的本质给看穿了 看来看去 我们呢 都是属于 三恶到贪嗔痴 化身的比较多 所以阿弥陀佛呢 不敢再念佛以外 再多加一点点的条件 因为呢 加一个条件就会死一堆人 再加一个条件又再死一堆人 所以呢 现在污染颠倒都不要紧 你就每天念佛 每天念佛 现在就能够清洗一点点 最后呢 被阿弥陀佛接到极乐世界 再彻底的洗干净 这是阿弥陀佛能够给十方众生最好的法门啊 要不然 你现在要求凡夫众生 在六道轮回里面修行太难了 不是说不可能 只是说太难太难了 难到不可能的那一种 我们看 释迦摩尼佛以后 再也出现不了第二尊的释迦摩尼佛了 所以 我们能够说 轮回修行不难吗 真的是太难了 汤染大师就说 三界轮回是暗宅 就是说 我们在轮回里面 就好像在一个没有光 很黑暗 看不清楚的地方 你要在一个黑暗 没有光的地方走路 然后 不撞到任何一个东西 不掉入这个洞里面去 各位 你想想看 难不难呢? 真的是太难了 还是直接你把他救起来 放在无量光的极乐世界 比较快一点 要他在这黑暗的迷宫 靠自己走出来 你根本是不敢看的 就太危险了 我听过几个故事 都是普通人念佛得度的公案 这些都是近代的 从乡下到城市 从在家人到出家人都有 第一个是一位乡下八十岁的老人家 她叫做张女士 张女士活到八十岁 但是从来都没有接触过佛法 她也不认识字 当时刚好附近有法师传授皈依 她就跟着去参加而已 她也不知道皈依是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皈依是来做什么的 传授皈依的师父 她也没有多加解释 加上老人家刚才说的 她不认识字 看不了佛经 所以可以说她就这样糊里糊涂 就参加皈依了 那皈依过后 那位法师也没有跟她多讲什么 她只是跟这位老人家说 看你年纪八十多岁 应该你也不方便常常过来寺院 那干脆你在家里念佛就好 那位法师什么都没有教她 就教老人家在家里 只记得天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 那老人家真的什么都不懂 所以皈依以后回到自己家里 她其实也没有吃素 就是家人吃什么 她就自己跟着家人吃什么 她家里面有看电视 她就跟着就一起看电视 什么佛理也不懂 也没有再回去那个寺院 但是好处是 她记得师父跟她说的 每天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 所以她每天早上起床以后就是念佛 念完佛孩子会叫她用早餐 每天就是这样 所以她每天有做的 其实就是念佛而已 其他什么都不会了 那各位 你们觉得说这样子的人 念佛能不能成就呢? 能不能得到阿弥陀佛的接应 往生净土呢? 那过了好多年 有一天早上 这个孩子还是一样去房间 把老人家叫出来吃饭 但是叫了很久都没有人回应 推开房间一看 就看到房间整个收拾到干干净净 这床也整理到整整齐齐 那只看到这个老人家坐在椅子上 拿着念佛诸就往生了 火 我们讲看这样子是一只十字的 要不然也不会事先把房间先打扫干净的嘛 那往生后三天 这个殡仪馆殡仪社的人来处理身后事 结果他们去抬老人家的遗体就吓了一跳 就以为说这个老人家还没有死 因为老人家整个身体都是柔软的 他们说他们做了这么多次的身后事 每次接触到的遗体都是硬邦邦的 但是只有这位念佛的老人 过了这么多天还是这么柔软 所以他们就吓了一跳 当时这件事情还让当地的佛教会知道 所以就安排去采访了解情况 因为就一个乡下的老人家八十多岁 什么都不懂 什么也不会 就在家里和普通人的生活 但是就这样子念佛 欲知实至蒙佛皆引往生净土 还有一个也是最近所听到的 这是在中国其中一个寺院的出家人 这位出家人他是五十多岁才来出家的 他出家以前也只是当一个初工 没有什么文化 所以在传统寺院出家人的功课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做 做不来 而且中年出家 在家的习气就是很重 所以在寺院他很不受欢迎 常常被人家嫌弃 因为习气太重了 那最后他走投无路 就回到自己梯度师父那里 他师父看到他这个样子也很无奈 还是收留他 就让他每天扫地 砍木材 做一些事情 竟然其他做不了了 连找完课他都不会 毛病习气又这么多 就安排一些找物给他做就好 但是有一个优点是 这位出家人就是一直念佛的 他毛病习气很多 但是他嘴巴就是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 就降到了七十多岁 有一天他去找他这位师父 这次他很难得 很严肃 很庄重地跟师父的鼎礼 他感恩师父不嫌弃他 并且说他三天后阿弥陀佛要来接他了 就要往生净土了 他师父一开始还不相信 因为这个弟子从来都没有这么正经过的 一直以来都是习气很多的 当然就没有把他的话当真 他讲三天后正好是弥陀诞 那还真的 当天这位法师冲好粮 换好衣服 沐浴更衣 就这样坐在房间往生了 寺院的法师们连友们知道的 所以吓了一大跳 因为没有想到这样的法师 也能够抑制十字往生净土 还有一个也是发生在台湾高雄的 这位叫永仁法师 永仁法师他天生是比较笨的 出家前人家叫他傻瓜 出家后也是被人家叫做傻傻法师 他一辈子可以说是业障比较重了 为什么 因为出家前他的儿子出去做生意 就克死他乡死在外地 他的太太也因为伤心过度而死了 可以说是家破人亡 而且有人法师出家前还曾经被汽车撞过 他现在的脚走起路来是很不方便的 这些种种事情让他体会到佛说人生是苦 所以就到寺院拜师出家了 出家以后其实他也常常生病 还有几次很严重 所以可以说一辈子很不如意 过得比普通人更加不好 那由于说他身性比较呆 比较笨 所以出家后从来都没有人重视过他 他也做不了什么事 所以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存在感的人 甚至还会被人家看不起 只是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知道说 有人法师常常念佛 那有一次 有人法师感觉不舒服 那吃完饭 没有想到他就跟大家说 他要洗澡回极乐世界的家了 当时大家听到都笑他说 这个傻瓜法师又在讲傻话了 大概心里就想到说 你这种人还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吗? 怎么可能呢? 但是有人法师就说了好几次 过后他洗完澡换好身符 就到佛像面前礼佛三拜 没拜起来 就是看着佛像在笑 好像真的看到什么东西似的 过后他又到他师父的灵位 他的师父当时圆寂了 就到师父的灵位拜了三拜 过后突然就盘腿念佛 那大家应该记得刚才我在前面说的 有人法师的腿是车祸不方便的 他连走路都不方便 更不用说是盘腿 但是没有想到这次能够盘腿了 而且是轻轻松刷就盘了起来 但看到很不寻常 就想搞不好是真的阿弥陀佛要来接引了 所以就陪着他念佛 结果过了没有多久 有人法师就这样盘腿坐着念佛往生了 这是发生在台湾高雄近代的一个故事 当地的佛教杂志事后还去采访把故事记录下来 他们的总结就是说 一个普通道不能再普通的出家人 在师的时候完全不受人家重视 而且还被人家看不起 竟然念佛还能够得度 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是的 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但是这个奇迹的根本 不因为是因为他个人有什么修持 而是在于说 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在于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阿弥陀佛在第十八愿发愿 就是要度十方念佛众生的 这真的不是骗人的 真的是真实不假的 我们想想看 刚才那些人有什么特别的吗? 他们根本一点都不特别 有些甚至习气、烦恼、业障很重 我们看 第一个是在家人念佛 他什么都不会 连吃素都没有吃素 就是一个老人家 第二个是出家人 但因为中年出家 烦恼、习气很多 在寺院被人家排斥 第三个是业障病苦 傻傻呆呆的 在世没有人重视过 但是三位都是念佛往生净土 而且是很殊胜的走的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说 他们都是欲知识字 他们三位共同点 就是在于说 每天都有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 如果说没有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成就的 不可能说过世以后 他们的事迹还会被佛教界记录下来的 是啊 各位 如果今天他们没有念 南无阿弥陀佛的话 请问我们还要记录什么呢? 难道说你记录他们一辈子没有吃树 烦烦恼恼 业障深重吗? 那当然不是嘛 所以呢 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月的救度 是这句不可思议的南无阿弥陀佛 让他们有缺点的人生 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 让念佛法门更能启发人家的信心 是不是各位? 你们听完这三个人的故事 请问有没有信心呢? 有嘛! 所以虽然说他们人生是有缺点的 但是他们有念佛 就让阿弥陀佛更加发光发热了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有烦恼有习气是不好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这些人 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也过得不好的 你看受人家排斥 业障 病苦 什么的都有 有烦恼 有习气 当然就是有这些所谓的副作用 所以我们念佛人在平常生活当中 能够做多少就尽量做多少 尤其如果说我们还要弘扬这个念佛法门 要跟别人介绍 那我们自己的人格信心就是很重要 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脾气都很坏 整天得罪人 吝啬 爱计较 那这种人也是很难劝人家念佛的 是不是 当然的嘛 一个脾气坏的人 还要介绍人家念佛 那这个我们讲 你不要吓到人算是很好了 所以平常的生活 我们能够态度柔软 温和 大方 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介绍别人念佛的 但是我们也认识到自己毕竟是一个凡夫 也做不到圆满 但是总是尽力而为就是 我们也不会因为说 我们自身的缺点 就失去对阿弥陀佛救度的信心 那因为阿弥陀佛是可以救度到十方众生的 不管任何人 不管是什么人念佛都管用 阿弥陀佛都能够救度 那这一生不圆满也好 以后到了极乐世界 就通通圆满了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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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深远的宗派 至今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